恋宗一起贪恋爱高开低走 迎来了收官告白日 节目首播时由于没有艺人观察室 引发了全网热议 毕竟看过太多拉胯的毫无营养的观察室 所以观众对这种新模式还是寄以厚望的 而且大部分恋宗节目每期都有写信或者留言环节 一起贪恋爱则以心动视频的方式传递好感 很新奇且仅跟当前短视频潮流 同时为了增加剧情看点 节目特意设置了剧本沙环节 嘉宾们在游戏中促进情感交流 正是有了这些独特的设置 让节目一开播就转责了观众的眼球 可惜的是 随着男嘉宾张天宇他访节目被迫重剪 导致后续剧情被剪得稀碎 观众完全无法沉浸式体验 尤其对中途入坑的观众来说 有一种云丽雾里的感觉 根本不知道嘉宾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然再怎么胡的恋宗总要收官吧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一起探恋爱收官还挺甜 中途入场的蔡灵芯属是没有存在感 尤其是面对战思琪时 连基本的好感都无法准确传递 让人很难刻上CP 但是 自从她看到大家都选择了冲浪馆 跟战思琪约会时 曾非常误会地说 不该让其他女孩子自己约会 观众方才感受到她是一个非常 善良正直又体面温暖的男生 收官告白日 蔡灵芯给所有嘉宾组织了一次大狂欢 收获友情对她来说已经非常知足了 同样是中途亮相的女嘉宾赵楚然 告白日令人刮目相看 为了不留遗憾 本来是男生向女生发出邀请并告白 赵楚然非常勇敢地走向赵金硕 坦诚地对她传递了心动信号 尽管面对突如其来的表白 赵金硕显得不知所措 但她很快就调整好心情 婉拒了赵楚然 两人由此开诚不公地表达了内心真实的想法 都喜欢能够成为朋友以后长相聚 战思琪看似失忆 其实却是收获友情最多的一位女嘉宾 不知道是不是镜头删减的原因 观众看到的是战思琪对女生比对男生好太多 无论是鼓励开姐 陈如意勇敢追爱 安慰赵楚然不要灰心 还是现场客张子倩和张一鸣CP 郑思琪将女生的善良温柔展现得淋漓尽致 她不仅深受男生欢迎 还获得所有女生的丑爱 无论爱情能否开花结果 这样美好的友情同样令人羡慕 心有名倩 CP张子倩曾说自己是慢热的人 开始还信誓旦旦地说 在节目中短短 接触几日怎么可能就能锁定爱情 然后张一鸣出现了 从剧场演艺角色进入到最后彻底真情流露 张一鸣用自己特有的细腻温柔偏爱与坚定 一点一点地瓦解了张子倩的心房 深陷浓情命意中的张子倩还不自知 每次看到张一鸣时嘴角都不自觉地上扬 脸上扬溢着幸福的笑容 早已把观众填到了心里 告白日张一鸣和张子倩在热气球上深情对望 甜蜜相拥美好的爱情令人陶醉 心有名倩 CP张一鸣和张子倩可谓是从头填到尾 最终实现了双向奔赴 说是他们挽救了节目也不为过 节目受官K姐挽拒了赵金硕 向汤义俊奔赴而去 本以为会等到汤义俊深情的告白 结果听到的去世就以这种舒服的方式继续相处 很明显这并不是K姐想要的 观众感受到了她的失落 日前 官方方外曝光了K姐和赵金硕线下互动的视频 两人竟然在一起了令人好生激动 只见两人身穿情侣服饰在工作之余打情骂俏 完全是一副热恋中的情侣状态 K姐赵金硕线下在续情缘看似意料之外 却在情理之中 毕竟在节目中那种特定的氛围中 很容易让人产生暧昧的心理 K姐和汤义俊就像偶像剧中的姐弟恋 霸道总裁爱上小奶果非常的梦幻又浪漫 却是很难回到现实 而赵金硕和K姐都能够读动彼此的内心 他们三观一致 智取相投就像灵魂伴侣 在现实生活中很容易相互吸引相互靠近 所以 他们线下牵手也是水到渠成的事 一起贪恋爱收官后 嘉宾们纷纷更文告别 字里行间可以看出 他们非常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相处时光 珍惜这份奇妙的缘分 张一鸣还特意晒出了嘉宾线下团聚的照片 被删减镜头的张天宇也发文解释了他房事件始末 也许在此期间 他们曾经历过网报挫折猜疑 但是在相互接触和了解中 他们接受了彼此的优点 同时也容纳了彼此的缺点 这或许就是友情的可贵之处 如同我们所喜欢的就是不完美却无比真实的自己